前不久,网络上出现了电子战板歼15舰载机的照片 那么这款电子战机能否对付美军F35C隐身舰载机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 就在最近,国内的网络上出现了一张比较有意思的图片 通过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应该是一架我军歼15舰载机的照片 不过与目前服役的歼15有些细微的不同 实际上啊,这就是我军的电子战板歼15 姑且我们就叫它电战杀吧 实际上,我军电子战板歼15舰载机在此之前早就露过面 不过那时候,其机身蒙皮的颜色还只是黄色 也就是正在是非的阶段 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其机身涂装已经变成了灰色 这很有可能表明该型战机已经开始进入正式服役的流程中了 尽管电战杀和普通版歼15舰载机比较像 不过其细节上的不同还是很好看出来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战杀是双座版 毕竟还需要多出一个人专门操作各种电子战装置 其次啊,就是机头雷达罩 不像是普通版歼15那样将空速管布置在雷达罩前方 这也就意味着该款战机更换了目前比较先进的有源向控阵雷达 这也是当前电子战飞机的标配装备之一 还有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细节 那就是电战杀的垂尾天线 要比普通歼15舰载机大得多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忽视的地方 有不少的老铁对于电战杀的期待程度都不亚于舰载预警机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军在进行空军对抗演习的时候 有一架海军的F-18G咆哮者电子战机击落了一架F-22 而在中国海军暂时还没有隐身舰载机的情况下 用电子战机与美军F-35C对抗无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电战杀能够挂在我国新一代电子战吊舱 它配备在两侧一间 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数据 还可以对付移动辐射源 这些数据可以为电子干扰系统 反辐射导弹提供精确目标指示 由于具备较强挂载能力 电战杀可以同时在机翼下面挂载电子干扰吊舱 反辐射导弹等武器 具备软硬复核压制能力 电战杀也配备国产有源相控阵雷达光电吊舱 这些设备可以用来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探测 机载探测系统获得的信息 可以与电子战系统获得的信息进行对比 识别目标真假 并且电战杀可以与EA-18G一样 可以发射空空导弹 具备较强自卫能力 提高飞机在激烈对抗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不过在虎哥看来 想指望电战杀去对付F-35C隐身舰载机 那还是想太多了 尽管美军之中存在咆哮者电子战机击落F22的记录在 但我们见到的也不过是画在咆哮者机头的击落标志 在F22被击落之前 咆哮者被击落多少次 双方空战的前置条件是什么 我们都不得而知 想要对付隐身战机 最好的方式还是使用我们自己的隐身战机 要知道每一架隐身战机都是一个电子战机 而非隐身的电子战机也仅仅是在这一个方面赶上了五代机 仅仅只是拥有一个薄命的手段而已 不过这倒也不意味着 我军的电战杀研制出来就没什么用了 毕竟这世界上拥有隐身战机的国家 也不是特别多 而电子战飞机最主要的职能 就是压制敌方的雷达系统 瘫痪对方的防空体系 从而为自己的空军部队撕开一条口子 而这也是中国海军装备电战杀的最大好处 不过虎哥也认为 我国海军的电战杀仍然是一款过渡装备 毕竟如今大家都已经无比确认 我国海军将来会装备第五代隐身舰载机 对于电战杀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少 可能有人会问了 反正电战杀拥有电子战能力 能够瘫痪敌军雷达系统 让它配合隐身战机不就可以了 而这个办法吧 其实美军当年就试过 然而根本就行不通 当年在海湾战争时期 美军原本是用EF-111徘徊者电子战机 伴随F-117A隐身攻击机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随后伊军就发现 只要电子干扰一来 F-117就到了 然后马上对空拦阻射击 打不中也要吓死你 然后EF-111的电子支援就被喊停 看完这个例子大家也就明白了吧 如果单纯是隐身战机 其来无影去无踪 敌人根本发现不了 但是用电子战机为隐身战机打掩护 那就相当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明摆着告诉大家隐身战机要来了 得做好准备 因此电战杀虽好 但并不是我国海军的主力型号 目前我国海空军 现在搞电子战机 也是因为空军既有三代机 规模太大 和海军暂时没有隐身机 所以这个短期内还有需求